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歌的词由沃特艾文尔改编填写 沃特艾文尔的名气也许是在内地不高 因为给周深填词化身孤岛的金 很多人才听说过它 小编特意去了解了这位词人的作词 最后发现用诗人来形容它才更恰当 该怎么说呢 这位诗人的词充满了意见感 但是文笔却显得有些独特 当然小编并不是想要过多谈论 以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东西 若说到这首《亲爱的旅人》的填词 和谱曲的风格 总会感觉到有一些像名谣 还有一些日系的影子存在 以周深纯净的声音来驾驭这首歌曲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 更像是诗中的一种故乡感 在前奏的时候 这首歌就显得很是安静 周深开口的瞬间 就仿佛是流水轻轻滑过 没有波澜 但是却能让人放下心神 这不似中国风的美 但是却体现出了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就像是在故乡时候无忧无虑的童年一般 这首歌虽然被周深唱出了这种 能够让人放下心神的感觉 但是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之上 限制了它的声音 个人认为周深的声音 更适合那种古典的美 或者是一种意想当中的美 就比如说大鱼 欢颜 包括新歌花西子等等 这种感觉才是真正的游历了人间仙境 但音乐是属于每个人的 而每个人享受的感觉并不相同 也许就有人更加喜欢这种祥和的感觉呢 这所谓平淡归真 当游子在外面拼搏累了 静下心来听一听 也是能够放松心境的 当然了 沃特爱文二给周深田的词不止这么一首 一期一会 你曾这样问过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化身孤岛的金 同样是沃特爱文二的作品 但其中的风格几乎都没有走出诗的味道 但是若从后期 方文山给周深填写的两首歌来看 小编更喜欢的是方文山的手笔 当然了 周深的演唱更是将声音的美完全体现了 方文山的填词偏向于中国风的意念和风景 这种感觉更像是一种新幻的魅力 而其中的自然 恰好也是周深自然的声音 这种纯粹更像是风景 周深本身驾驭能力变很强 从笑之歌以后 更能体现出来 但是驾驭终归是驾驭 相信没有多少的小伙伴 想要在晚上放松心静的时候 听上这么一首歌 并不是说它不好 只能够说是风格不适合 喜好美感的人的欣赏吧 这首歌的存在很有意义 但是周深的声音延伸性更高了 所以这首歌的风格 其实是限制了周深的声音的 那么你们认为呢 前段时间周杰伦的新歌 摩海头发布了 杰伦作曲《黄骏朗》作词 是一首高质量的佳作 也让很多人感慨写了杰伦以前的歌 很多人都怀念 以前周杰伦与方文山合作的日子 方文山被称为杰伦的御用词人 奉词造句功夫了得 尤其体现在中国风歌词的运用 然而最近几年呢 却在很难见到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合作了 方文山也开始了给其他歌手写歌 这其中就有歌手周深 周深其实才是一个92年的大男孩 参加中国好声音 因为声音与外观极其不符 遭受到了或少人的恶语相向 天江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及心智 坎坷的音乐道路并没有下退周深 他用作品一一回击 音乐之路也是越走越宽了 之后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主题曲《大鱼》 被赋为天籁之音春粉无数 后来参加《真儿人心》和歌曲进一步出圈 方文山其实已经为周深写过两首歌了 第一首歌《云赏雨衣曲》 早在2018年 方文山就为周深演唱的《云赏雨衣曲》作词 中国风的歌词就像是讲述了一个唯美的故事 俨然就是一幅诗情画意的山水画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是由罗宇轩老师的曲三人的组合 绝对是可以说是殿堂级 音乐响起让人有所仿佛走进了一个宁静的空间 沉暮飘渺听山泉 谁在林间如泼墨画面 这是何等的诗情画意 周深的声音一出来 呈现的已经不是单单一曲歌了 而是一支笔在仪器呵成的挥洒着一幅 清水渐流淌的水墨画 或者是一篇用小凯写旧的唯美故事 歌中加入到的戏腔更是抓耳 令人沉醉 只有周深能够把古风古味的中国风拿捏的准确 声音没有一点点的勉强 第二首歌花西子 范文山的手笔真的是从来都没有潦草过 他写的词将时间和空间相互交错 很有大家风范 而周深唱出了韵律之美 让歌曲的意境变得有温度 色彩斑斓 让人想要有种置身烟雨江南的错觉 雨音渺渺不觉如履 周深的嗓音空灵干净 歌声婉转悠扬 真的是雨音绕梁三日游未尽 这下是贯穿了整个大自然 上至蓝天白云下至土壤溪流 是微风是山川是雪花 也是你的微笑 周深的声音没有意思的娇柔造作 甜蕾中微凉迷人中却有温暖 无论是低音浅唱还是隐昂高歌 都令人迷醉 咬字轻盈清晰又流畅 所谓的艺术品大地如此了 或许还有人不知道 如此好听的两首歌曲并不单纯 而是两首广告曲 作为歌手难免要参与到商业广告 但是能够把广告曲唱得如此动听 恐怕就只有周深了 周深其实还是一个段子手 有一个小故事真的是让人看一次笑一次 周深曾经说 一家人经常吃饭的时候一起看电视 当时快乐男生火的时候 周爸就说了 真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见到你 周深就默默地吃饭 中国好声音火的时候 周爸又说 真希望能够在舞台上看到你 周深又默默地吃饭 后来看快乐女生的时候 周深问他爸 喜不希望这个舞台上面看到我呀 周爸是一脸尴尬 让人眼睛不惊 真的是灵魂断自首了 周深曾经说过 幸好我没有一夜爆红 不然我的心态可能会非常差 我就是要熬要等 要慢慢地去习惯 如今周深也算是熬出头了 从被人嘲笑到自信地站在聚光灯居下 相信浴火重生的他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